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你輪轉天來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 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Della 大家好 時不時都聽到有些朋友有些人說 一個人很滴滴的樣子 突然之間早上起床的時候 發現了半身沒有知覺 說話也都含糊不清 接著馬上去醫院檢查 結果發現了一個叫腦梗 可能是腦血管 腦塞 這種隱藏性在血管的原空 就是因為血泉的導致 這個情況是否很容易出現到呢 袁先生 另外一個情況大家都聽過 坐飛機 叫做經濟倉的症候群 有些人也是這樣 坐得久之後 腿的血管失了 有時候就走到其他地方 走到空輝或者枕了心臟 引發突發性的心臟病發 當它發生的時候其實很嚴重 要是中風 要是心臟緊失 要是心臟病 當然我們希望能夠及早知道 及早做一些預防 即是一些訊息 你知道你有這個危機 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其實我的身體很聰明 如果你是流心去看看 其實我們已經發現了 身體一早已經給我們一些訊息 給我們一些聲音 告訴你有這個問題 血泉其實有五種預警 第一就是當你睡眠單質流口水 很多人都有的 身分仔都有的 身分仔都有的 大人很多時候會發現 它經常流口水 為什麼呢 當然有時候流口水 就有些牙齒關係 例如有些牙齒好像沒有牙齒的 睡覺的時候就除了假牙齒 但沒有這些特別原因之下 尤其是老人家 如果發現是單方面流口水的症狀 就要小心了 會不會是因為血泉導致的呢 因為血泉會導致 口腔局部的肌肉功能失調 就是牙齒得不好 口水包不住 所以經常滴滴滴滴流口水 其實很多聖年人都會發現很多 這是一個警訊 第二呢 比很多老人家 比較容易就是肺血泉 而血泉在早期的時候 出現了一種症狀 就是胸悶和胸痛 因為肺血泉 導致肺部的血液受了阻礙 導致肺部的血液供應不足 導致胸悶的情況 嚴重就會導致肺部的血液 除了悶之下還有痛 當然了 嚴重的肺部的血泉 導致呼吸困難 嚴峻突然之間出死 經常都聽到 很年輕的人突然之間出死 其實都是不同的血泉做出來的 好了 你已經看到 平時有些無故的胸悶和胸痛 其實已經早些要做事了 好了 第三呢 就是頭暈目瞞 語言不清 很多時候老人家在血泉之前 曾經有高血壓的患者 最早的時候很容易出現一種 症狀是頭暈目瞞 尤其是經常血壓高的人 如果每天出現這些緩暈的次數 是超過五次 這個警訊 血泉隨時會發生 好了 還有另一種 就是腦部血泉 導致肺部不清 如果老人家中的老人家突然說話不清楚 即是陷陷糊 即是陷陷糊 立即要情況 已經知道 其實他已經可能是血泉出現了 好了 那種一種呢 是那個間歧性的破痕 什麼是間歧性的破痕呢 就是有些人走路 走久了一點點 小腿就會痛 他要坐下 即是不能走久了 然後呢 休息一下之後 你又去逛逛 逛逛逛逛 他又要坐下 英文叫做 Intermittent Claudication 其實是間歧性的破痕 這個很明顯 身體的血液還不暢順 下肢那個心靜脈的血泉出現了之後 就出現了腳部發麻發糧 發麻發糧 有時候是包住 都會覺得手會震動的 如果出現這些間歧性的破痕 就要了解了 OK 一般來說 你會越走越順的 是吧 做運動也是 但是如果你血泉塞住的時候 你的血的供應是不夠的 所以你走得多的時候 你肌肉需要的養份不夠 你就會發現一種痛啊 麻痺那種的感覺 OK 那種一種呢 就是腹痛 OK 很多人不知道 腹痛呢 可能是因為血泉的 因為呢 是腸動物血泉出現了 那直徵生活當中 很多人呢 都對於呢 是腸那個静脈 那個血泉的形成 都不夠重視的 但大家一定要留意呢 一旦發生了這些 這些腹痛的症狀呢 要立刻去醫院去看的 因為呢 如果長期嚴重呢 是可能呢 是會令到你的腸呢 是塞到壞了呢 是要割腸的 OK 那就是 解釋不到的事情 大家要想著呢 有機會可能是血泉的 那當然呢 在這些血泉呢 就不是說 完全不可以 那個預防 不可以控制的 那通常呢 就是我們有很多 要做一些預防的措施 簡單來說呢 是 不要經常坐 OK 狗坐不動呢 就最容易引發血泉 那所以呢 那個機倉症候群 OK 是其中的原因 那你閃了在這裡 有些人呢 經常在電腦裡打打打打 坐坐坐很久的 那這些我們叫做電子血泉 就是電腦那裏 那通常坐在電腦 50分鐘以上呢 就會導致膝頭的血液循環 減少了50%的 那增加血泉的機會呢 是會增加了的 那所以呢 就是 重一種的 一種 那個 那一種觀點 提示呢 就是狗坐不動呢 就容易血泉的現象 那所以呢 在日常生活中呢 盡量呢 都是起身啊 走下去這樣 那譬如好像最簡單 就是簡單運動啦 那香港好處呢 就是香港呢 是很需要走的 就是很多時候呢 交通工具呢 就不是說 不是好像外國那樣 那外國就 開車啦 香港呢 是開車也沒有用的 都去不了的 那很多時候呢 香港人呢 就要經常多些走路的 走路的 那這個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 防止預防 那個血泉的方法 那有時候呢 借你去看電視也好 那最好看看 廣告啦 那廣告的時候呢 就乘機起床 起床 那你發現呢 香港的電視廣告呢 是多到嚇死人的 那我最近有機會 看回一下電視 因為最近的節目啊 這些這樣的動盪呢 那我都不如看回一下 那些新聞報道呢 那我發現呢 真的煩到你死的 整天都是廣告廣告的 那當然呢 那你可以趁這個機會 就隔離起來啊 走下去啊 拿杯水喝啊 那就是動動一下 走動一下 那這些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當然呢 那在我們的病人裡面呢 我經常很強調呢 呢 預防勝於治療 就是我們平時呢 就除了我們的運動方面的 重要呢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的飲食習慣 就是我們發現呢 啊 有這些這樣的症狀呢 呢 我們會他們建議他們 吃很多的食物呢 譬如 吃大蒜 我以前也有個節目呢 教大家怎樣 烤那些做的大蒜 那大蒜是通血管的 那 那中國人呢 很多的木耳 黑木耳 OK 蠟豆 日本人吃的那些蠟豆 香港其實是賣的 那些超市呢 還有個早餐 那我很多時候早餐呢 我都吃了一盒這些小小的蠟豆 那在台灣呢 我聽過一些台灣的中醫說呢 其實他小時候呢 他家裡很多時候 就會自己做些蠟豆 因為在日本人 佔領台灣五十年裡面 其實這些文化已經教了他們 那其實這些都是一種 很好的通血管的食物 那就是黑木耳 黑木耳 那還有一些是那個 譬如蔬菜汁 芹菜汁 那個紅菜頭 紅菜頭 那些通血管 其實我們平時呢 在飲食習慣呢 就是徹底是 遇到問題的時候呢 你記住呢 大部分的問題呢 都是你過去的飲食習慣 過去的生活習慣 過去的錯誤的醫療習慣導致的 那所以要徹底改它呢 你記住在這幾方面呢 要重新檢討一下 重新檢討一下 你過去的飲食習慣怎麼樣 那有什麼特別的營養補充劑呢 我們肯定會用的 那在我們的診所裡面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會有一個新的儀器 我們都有幾年而已 那是幫助我們的微循環系統的 那有很多問題呢 當我們的身體血液重溫一叉呢 其實很多病都會出現的了 那所以我自己呢 有一個時間呢 我們都會做這個治療 那我發現呢 每次做完之後呢 那個人呢 就整個人精神了 精神爽力的 那其實個重要呢 是將我們的身體血液重溫 是加強它的 那其實很多這些工具呢 大家是適當地用啦 早點用啦 其實你花的錢呢 是醫院的錢來的 你現在不去 將這些錢去搞好自己的身體 自己養生呢 將來的錢去養醫生的了 那這些這樣 很多人都明白這個道理的了 嗯 是的 那其實很多時候 剛才一開始 余醫生都講過的了 我們身體呢 是一個智慧的一個物體 那時候發生的問題之前呢 其實都會有些訊號 有些訊息給我們的 我們只要呢 是留心一點 我們自己的身體呢 是作出適當的那個 那個的調節啦 或者是做一些的 預防的方法啦 那個生活習慣上面呢 有些的改善啦 那些東西這樣呢 那其實呢 就很多這些問題呢 都會是預防得到的了 那還有一樣東西呢 我最近呢 我和兒子呢 幫他買那些 買了一張寫字桌 嗯 那他原來這些新的寫字桌呢 就可以升高升低的 是是是 那其實這個我以前也聽過的 那很多人在辦公室啦 譬如設計師那些 那他就會把那些桌子 是做得很高的 會升 即是會可以很大的桌子 那但是現在你已經看到 阿Kia都我都見過的 那有很多那些桌子呢 是已經設計到呢 你可以是升高升低的 那當然呢 第一個就是 調教你的座肢啦 是不是 不要太低不要太高 但種一種呢 它可以升到程度呢 高到呢 你可以站在這裏做事的 那所以這個呢 都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是 很多人玩遊戲啊 這樣坐坐坐坐坐很久 那如果能夠一張桌子呢 可以有這種這樣的活動 升得高升得低呢 是令你呢 就不要經常坐在這裏 坐是一種最壞的壞習慣 是導致很多病的原兇來的 嗯 是的 那甚至乎真的 不可以再賴說沒有時間做運動 工作的上面的時候 就除了坐在這裏的時候 都可能可以站起一下 起床啊 行動一下 倒杯水啊 那些什麼都會令到你有的 那還有呢 現在我們剛才看 阿醫生提過那個 那個微循環的治療 都是你躺在這裏而已 那就不需要說呢 你額外又說 要怎樣很辛苦 那些事情這樣去做 總之呢 我們高度保持 我們自己身體那個警覺性 那就可以 可以預防到很多 不必要出現了那些的毛病的了 好 今天多謝阿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阿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阿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了 好 今天麻煩你了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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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